动车一等座和二等座有什么区别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 经常有需要坐到动车来出行 动车呢是非常方便的 也非常的快捷 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动车的一等座和二等座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呢也就是一个座位排布的区别 一等座呢采取的是一排四座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是二加二的一个座位 中间是过道 这样子呢它的这个过道呢 就会比较宽敞一点 然后位置也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二等座呢采取的是五座的方式 也就是一排二加三个座位 中间是过道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也就是说在一等座的厕所里面呢 一般采取的是坐便器 而二等座呢 就是传统一点的这个厕所了 除了在这个座位排布上面不一样的话呢 其实他们本质的票价并没有差距特别大 尤其是如果你进行一个短途的旅程的话 这个价格是不会差的太多的 以上呢就是关于动车一等座 二等座的这个区别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